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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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從這個 Angular Momentum的這個古典的定義 去推導出 它的commitator的關係 那根據這三個關係 我們加上定義這個 Total Angular Momentum L平方等於Lx平方 Y平方 Z平方 然後再透過定義L正負 等於Lx的加減IY 然後我們找了它們之間的 所有的commitator的關係 包括它跟Lx LyLz都是commuted的 那包括它跟L正負也是 因為它跟所有的component都是commuted的 所以我們決定尋找的是 同屬於 L平方跟Lz的這個 eigenfunction 這一組 eigenfunction 就是說上次我們的目標 還沒有完成的目標是 這個 eigenfunction跟 eigenvalue的尋找 那其實我們不會找 eigenfunction 就是 eigenfunction是同學要報告的 我們只會找 eigenvalue就好了 那上一次類似這個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的 這種argument的方法 最後給我們的結果是如此 我把它畫在這裡 一樣有這個later 只是說它會有 L平方的 跟Lz的 所以你只要給我一個f 它會有它的 這個 eigenvalue 比如lambda跟mu 這時候把L加作用在f上面 你就會得到 對L平方還是lambda 但是對它來講 會變成是mu加h bar 那如果是往下的話 用L減去作用在f上面 L平方仍然是lambda 但是它是mu-h bar 所以上次的argument 給我們的結果是 這個樣子 就是說 只要給我一個 initial的 eigenfunction 它同時是L平方跟Lz的 那 eigenvalue是lambda跟mu的話 那我的上一次的證明 給我的結果是說 那我把L正作用在這個上面 我就會得到 它仍然是L正作用 它玩的這個 eigenfunction 仍然是L平方跟Lz的 eigenfunction 只是 eigenvalue 在L平方是維持一樣的 但是對Lz來講是加h bar 那對L減也是一樣的乘數 那上一次我們最後 談到的就是說 因為L平方 一定要大於等於 Lz的平方 換言之就是lambda 一定會大於等於 mu的平方 的這個結論 那這個結論呢 會讓我們知道說 我不能夠無限制的往上走 也不能夠無限制的往下走 那我就假想這個 走到最上面的這個state 叫做f top 那最下面的這個state叫做f b 最下面這個button的這個 它所對應的 我們叫做 一個叫α 一個叫β 所以這個叫β 那最上面對應的那個 我叫做α 那當然在最上面最下面那個 都還是lambda 對於L平方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數問題 其實你看著這個 你就知道你一定會解出來 這是需要一點代數這樣 這個α呢 它到β的這個過程 他會一直減 減h bar 減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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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bar 就會到這個β 減某個h bar以後 它會回到他 這是可以確定的 那問題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 這些αβ 跟lambda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這個 我們會需要 這樣子的一個很等式 所以對於 把我這個紅色的這個部分 寫成數學式子的話呢 就是這個意思 把Lz 作用在FT上面 會得到α的FT 但是L平方 作用在FT上面是等於λ的FT 這是其中的第一個 那我們先做這個 待會再來處理Button的那一個 這時候你會需要一個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是長這個樣子 L平方會等於Lx平方加Ly平方加Lz平方 但是Lx跟Ly是我不想要的 因為我不知道它作用在這些icon function上 會發生什麼事情 Lz 是我知道的 所以我要想辦法把它換成L加減 然後當我把L加減作用在它上面 要想辦法讓它變成0這樣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要先用L加減來湊出Lx平方跟Ly平方 但是這次我在湊的時候 我要用這個再湊 用L減乘上L加 我故意讓這兩個的順序是這樣 而不要倒過來 因為L加作用在它上面就會是0 它不能再往上走 那你把這個式子相乘的話 就會等於Lx加減I Ly Lx加I Ly 所以就等於Lx平方 他升他加上Ly平方 然後交叉項就是他乘上他 加上I的LxLy 還有他乘他 減掉LyLx 那LxL 這就是我想要替換掉的東西 所以Lx平方加Ly平方 就會等於L減L加減掉這個 因為他移向過來了 但是LxLy減掉LyLz就是Lz 就是LxLy減掉LyLz 就是他等於I H bar Lz 所以是減掉 I乘上I H bar Lz 好我只是把這項移過來 然後把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Lz 是你的I H bar Lz 那I跟I約掉 所以他會等於L負L正 加上H bar Lz 好把這個東西帶回去這個式子 所以他會等於L負L正 加上H bar Lz 加上Lz平方 這項是本來就有的 我就導出一個這樣的式子 那把這個式子 作用在上面的這個L平方上面 所以你就會得到L平方變成L負L正 加H bar Lz 加Lz平方的 Ft會等於Lambda Ft 但是他作用在他是0 因為加的關係 就是我剛才這樣子 取這個順序的目的 但是他作用在他是知道的 就是你的α 所以你就會得到 α的H bar 就是他給他的時候 得到是αH bar 他呢是得到α平方等於λ 就是Lz 最用他得到的是α 所以H bar 那他最用他兩次 所以是α平方 所以你就得到 這個是第一個式子 我們的第一個式子 第二個當然就是 對Button的那個處理 對Button來講一樣是Lz 所以這次我就不能用 剛才的那個式子 因為如果我用L 我用這個的話 就麻煩了 這個就作用在上面 不會是0 所以我要用的是倒過來的 那倒過來 我就不要再倒一次了 基本上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把它寫下來 就是L正L負文 會等於... 然後就可以把L平方 它同時也等於 L正L負 然後去減 H bar Lz 加Lz 平方 就是說 反正一樣就把這個倒過來做 那你就會把Lx L平方 換掉 只是這裡會多了一個負號 但是後面這項 是本來就存在的 是沒有改變 所以我這次要用這個 很等式 L平方要用這個 換言之就是 L正L負 減掉H bar Lz 加上Lz的平方 就第二個式子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一樣 它作用在它 因為它是最下面一個了 也就等於0 它作用在它 就得到貝塔 所以是負的 貝塔H bar 加上貝塔平方 也等於λ 你就發現 你得到一個α 跟貝塔之間的關係 把這兩個式子結合 就得到負的α 負的這個 加上貝塔平方 等於 所以αH bar 加上α平方 那從前 常常在做的這個 音式分解 終於就派上用場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 α平方 減貝塔平方 好 都把它移過去 然後 α加貝塔的 H bar 等於0 所以這邊就會有 α加貝塔 跟α減貝塔 然後兩個common factor 出來的話是 再加 H bar 等於0 所以你就得到 α貝塔之間的 一種關係 這個關係是什麼 α要嘛 就等於負貝塔 或者 α它等於0 可能就是 左邊那個等於0 或右邊等於0 但是下面這個是不合理的 因為α是大於貝塔的 就是說我把這個 eigenvalue 一直撿 H bar 是一個正的 number 我一直撿 撿到最後變成貝塔 結果你撿了半天 還比它小 所以這個下面 這個是不合理的 所以答案是上面的那個 也就是最上面的那個 跟最下面的那個 剛好插了一個負號 我把這個數字 α等於負貝塔 這個數字 定義為L H bar 先不問為什麼叫做LH bar 我要先把那個單位拿掉 因為我每次都減一個H bar 所以 我如果這樣定義的話 你可以想像它發生什麼事情 它發生的就是 我最上面那個是LH bar 最下面那個就是負的LH bar 然後我要一直減減減減減變成塔 我每次減一個H bar變成它 那這個L是什麼 這樣 你用心理想像 譬如說L是3 最上面是3H bar 然後就減一個 2H bar 一個H bar 沒有H bar 負一個H bar 負一個H bar 負三H bar 就到了 你可以想見就是我從3 2 1 0 負1 負2 負3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case 2分之3 1 負2分之1 負2分之3 也可以這樣 L可以是整數或半整數 待會 我們可以用數學推導它 但是在那個之前呢 你可以先看lambda 因為我alpha beta 已經定義叫做LH bar了 所以lambda就得到了 lambda就等於 LH bar的平方加上 這個 LH bar LH bar的平方加上 L平方H bar平方 也就是 L乘以L加1的 H bar平方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這樣 這個在那個 離心力的那個turn的時候 有出現過 2mR分之L乘以L加1H bar 平方 這個不要忘記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角動量的I跟Value 也就是說 角動量平方的I跟Value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代表角動量的平方 就像我 那個時候在講離心力的那個case的時候 說明的一樣 其實它就是L平方 不過呢 現在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它是 這樣 我們只是說它剛好就 剛好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圖呢 改寫成 這裡呢 全部都是 L乘以L加1的H bar平方 到負L加1的H bar到負L加1的H bar到負LH 你可以把它改寫成這樣 把這個lambda可以擦掉了 全部都是那個值 所以這個就是L乘以L加1H bar平方 這邊是LH bar L-1H bar平方 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這些代數的結論 只是這個樣子 用簡單的數學 用剛才那個 我們所謂的整數半整數那個問題 用簡單的數學也可以得到 因為L呢 會等於負的L去加上一個整數 我從負L或者說 從上面減下 或從下面加上去 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加了N個以後 它就會回到它 所以呢 2L會等於N 也就是L呢 會等於 2分之N 這個N是一個整數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整數是多少 但是它是一個整數這樣 那換言之呢 你的結論就是 L平方呢 Always是等於L 乘以L加1的H bar平方 因為它的所有 eigenvalue都是這個 所以它的期望值就一定是這個 它沒有其他的 你怎麼量它 都是那個答案 就是一定都是這個 那這個L呢 L可以等於 譬如說N是0的時候 它就是0 它也可以等於 1 2分之1 1 2分之3 2 這樣 所以我的 Z呢 Lz呢 Lz的 eigenvalue 就是說我的 它對某一個特定的 eigenstate來講 它的 eigenvalue呢 當L等於0的時候呢 它就等於0 它也可以等於 當L是1 2分之1的時候呢 就這個是1 2分之1 那一減1 就變成負2分之1 就到了 就到這裡了 就只有兩個 就只有 正2分之1 跟負2分之1 所以它會等於 1 2分之1H bar 或者 負的1 2分之1H bar 當L等於1 2分之1的時候 那它也可以等於 正的一個H bar 0 跟負的H bar 當L等於1的時候 我就不要再繼續寫了 就是說 當我的L是0的時候 因為沒有地方上下了 自己就是自己了 所以 那這個呢 當L是1 2分之1 它就是正2分之1 往下就是負2分之1這樣 回想我們之前解的YL M 這個就很像那個M M就是從負L到正L 就像是現在這個case 所以 mH bar呢 其實就是Lz的 eigenvalue 只是我還沒有證明它 可是很奇怪的是 以前 如果你還記得 我們在做這個證明的時候 我們先解什麼 我們先解PLM 在解PLM的時候 我們其實先解PLM 就好了 就是讓M等於0的時候 我們證明了 我們先解PLM 我們先解PLM 在解PLM的時候 L必須是整數 我不想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那個時候 在解這個 the general polynomial的時候 用了一個 power series 那個時候我們說 如果啊 我們那時候是 PL 那這個x呢 是cos θ 那我們說 那個數列如果不中止的話 在θ是0 或者是π的時候 也就是x等於正負1的時候 它會發散 所以它必須terminate 那terminate的方法 就是讓L等於整數 那個時候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說 L必須是整數 不含半整數這個選項 當時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推導 或者說 從上次到今天這個推導 會給你這個半整數的解 但這個解呢 等到我們要用氫原子的時候 這些解都是不能用的 因為它會讓θ等於0 或π的時候 這個破案數會發散掉 也就是它是一個redundant的解 它是一個多餘的解 多生出來的 這個方法多給的解這樣 不在氫原子的solution裡頭 不過以後你就會發現 當數學裡頭有多餘的解的時候 它偶爾就會有 應該說它常常就會有用處 這樣 不過現在還沒有 它現在是不可以 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 L平方 always 是它 Lz 呢 就是從負L到正L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Lz 的平方 最大最大 就是L平方 H bar平方 就是當它在最高的那個Lh bar 或者最低的那個負Lh bar的時候 它的平方的期望值就是 L平方 H bar平方 其他的都比這個小 就是你會發現 Lz 最大最大呢 會比它小這樣 小了大概Lh bar平方 就是說我的角動量有一個長度 這樣 again 畫這個就是有錯 那它所投影到Z方向的分量 這個是Lz 的 但是它L絕對不能夠 這樣 就直到Lz 那一旦它直到Lz 那等於就是 你就沒有測不準原理了 因為 你知道它的值是多少了 所以你知道Lz了 而且你還知道Lx、Ly都是0 這樣 所以測不準原理就破壞了 就是這個第一條告訴你 你不可以同時把Lx跟Ly量得很準 因為 它們之間的computator 是等於這個值 現在Lz不是0 它是L平方 就是把全部都take了 如果它真的值到最最上面的話 它就會violate這件事情 當然它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它自己self-consistent 它不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說 它只能盡可能的讓Lz接近它 但是它不會是等於它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做最後一件事情 就跟A加減那個時候一樣 我們那時候要做一個 Normalized Coefficient 你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做的是 A加作用在N上面 等於根號 N加1的N加1 好 就這個 keep所有的 都Normalized Factor 以後會需要 所以現在我們稍微推導一下 所以這個做法就是 我希望 L加減作用在F的Lm M是我Lz的那個 Igon value的那個Quantum number 就是 它是這裡面的第幾個 的這個Factor 我叫做M 它會等於 一個Normalized的常數 乘上F的Lm 有時候我會把它寫成這樣 寫成完全一樣的意思 好 就是說L正 作用在它上面 會讓M加1 就是Lz的那個component 要加1 對不對 就是我們說的 你每次作用了一個L正上去 它就要加1 這樣 往上加1 好 L負的時候 它就要-1 就要-1個H bar 所以我應該在這裡 加一個式子 說 Lz 作用在這個 Igon state F上面 會等於M的H bar 就是我的 原本這個Alpha Beta裡頭 Alpha Beta是最上面跟最下面 當我到最上面最下面 做其他的這些值 我用MH bar來 來表示 所以M就從-L到正L 我想要求的是 是這個 這是我想要的 但是這個Lm 就是要等於1 這樣 它必須自己要先Normalize 在這個條件下 我想知道這個係數是多少 那我就不用每次 得到一個新的Igon function 我又要再去Normalize它 那當然也就是說 你同時要求這個 也要等於1 就是所有的 左右的這個 都是Normalize 那這個係數要多少 它才可以keep它的Normalization 那看你怎麼做 比如說 你如果用這個來做的話 就是用 我就用這樣的方法 比如說我讓L正負作用在這個FLm上面 跟另外一個L正負 因為只值平庸 所以這只做一個L正就好了 L正作用在它上面 L正作用在FLm上面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它作用它上面是這個 所以它是ALmFLm加1 ALmFLm-m加1 所以它會等於 把A拿出來ALm 這是我們待會要求的 的平方會等於這個FLm加1 FLm加1 這個其實就是1 後面這個是1 所以它就是ALm的平方 好所以左邊算出來 我就算出我要的這個西數 這個才是我要求的 這邊 所以我要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這是L平方 我待會要用到的 那我的左邊的那個呢 我要把它變成這樣子 變成FLm的L負L正 FLm 好為什麼呢 因為是LxLy對不對 它是commission operator 所以把它想成Lx加I Ly這樣 然後它移到這裡來的時候 還是Lx加Ly 但是那個I要有一個 compress conjugate 所以你就會把L加變成L- 就是移過來的時候 LxLy是可以直接移的 但是那個 那個I要取compress conjugate 所以正I就變成負I了 所以Lx加I Ly就變成Lx-I Ly 就變成L負了 所以你可以用 它等於Lx加I Ly 好因為這兩個本來就是很明確 你可以直接 可以作用在前面 就可以拿到後面 這是你的自由 所以就得到這個結果 那L負L正呢 就是我剛才求的 就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FLm的 L負L正是 L平方 減掉H bar Lz 減掉Lz平方 的FLm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我知道L平方 作用在它 答案是多少 我也知道Lz 做的它答案是多少 所以我這樣就可以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FL跟FLm就是 Normalize等於1 所以就不見 所以只要剩下它 作用它的結果 那它作用在它 值得到 L乘以L加1的 H bar平方 它作用在它是 負的H bar MH bar 這個作用出來的結果 是MH bar 它呢是負的M平方 H bar平方 所以就等於 全部都有H bar平方 然後裡面是 L乘以L加1 減掉 M乘以M加1 把H bar平方拿出來 然後這是M平方 減 M平方跟負M 負M平方跟負M 所以呢 ALM呢 我當然是取最簡單的那個 不要自找麻煩 H bar開根號 L乘以L加1 減掉M 乘以M加1 我就求出這個 我需要的Normalize constant 那如果是減呢 它就會變成這裡而已 其他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證明它啦 剛才做的是L加L加 變成L-L- 然後L-移過來 變L加L- 一樣用這個式子 這是用下面這個式子 所以唯一差別就是這個負號 所以唯一差別就是 這個負的會變正的 所以這裡就會變負的 這個Normalize constant 其實也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發現這個 Normalize constant會有一個特徵 譬如說如果M呢 現在就是L的時候 我的加是對那個L正去作用的時候 我們還是先忘記這個負的事情 我們一直在做L正的部分 我L正如果作用在最後那個State 就是最高最高的那個State 它會產生什麼事情 它會讓它變成0 它會自動滿足 你會發現 因為M如果是L的時候 L兩個相減就0 這個Normalize constant 它會有這個有趣的 它自己就會達成 我們講的這件事情 負的時候也一樣 負的時候是 M要等於負L 所以它是負 這個是負L乘上負L-1 就是L乘L加1 相減也是0 你用L負去作用它的時候 這個常數會自動保證你是0 所以它會有這個有趣的 這個Self-Consistent的結果 就是說你把L正 作用在最上面那個State 就是L L的時候它會等於0 最上面那個State Lm的M 是等於L 所以它是 把這個代L 它就會等於0 一樣L負 作用在最下面那個 也會等於0 這個常數會自動保證 下面這兩件事情 就是M等於最高的那個L 跟最低的那個負L的時候 你去用L加這個L解分別去作用它 它都會是0 這個常數就會告訴你它是0 所以我稍微summarize一下 我們的結論就是這樣 把這邊這個 插掉我已經求出來了 它是L乘以L加1的 H bar平方F 那它是MH barF 那M是從-L到正L 好 那大致上的問題是這樣